郁泽眼,金慧云主演TVN玉史与座仪在最新剧情中,罗二言郁泽眼是金座仪金慧云是一行人占领了朴太疏离在军事的山寨,消息传到最大反派领义正朴胜正普硕士的耳里,于是让敌长子朴到秀崔太幻视前去处理之道内幕的海运判官。 以下为第七、八级剧情 Photo from Neva Photo from Neva罗二言金座仪一群人在山寨西时,广顺里上西式拉着罗二言加入他们的丸金座仪拉着罗二言的手随歌起舞,但罗二言呼脚一滑扑向了金座仪,站在座仪身后的陆七敏熊士,直接不识相地说出你们俩的嘴差点就要上了的事实XD Photo from Ne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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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Over海运判官趁密林蔡元兵士不住一时挣脱绳子逃出去,没想到在门口遇到了嫖道秀,嫖道秀二不说亲手了结他的性命,一旁的密林被抓走后,聊保护罗二言和金座仪,于是表明要带嫖道秀。 嫖太书藏有银矿的巢穴,Photo from Neva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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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Neva 与此同时,金座仪在山附近看到了前夫母亲,也就是前婆婆的身影,和二言把他带回山寨后,问出了嫖太书的矿山机 再加上后来得知密林被抓走,金座仪表示也要罗二言等人一起到山寨。Photo from Neva Photo from Neva 不过在去山寨之前,罗颜被误会杀了海运判官,因此被当地官员拘禁。 牢房里,还好金座仪及时出现并拿出罗二言是刑御史的证据,这才让他洗刷罪名。不得不说金座仪完全是罗二言的闲内注啊。 Wu!Photo from Neva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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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Neva 扬言要引爆埋在矿山里的炸弹同归于尽,金座仪,原本要将火熄灭,于是进到了一间小仓库,罗二言眼见事态不对急忙把他推出去,殊不知炸弹在这时引爆,罗二言就这样命丧瓦力中。 Photo from Ne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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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from TVN Photo from TVN消息传回宫中后,朴胜得知罗二言遇害内心却不已,故意在朝廷上向皇上请奏,罢免死对头红。 管大低穴,同时也是罗二言长官沈大轩的职位,燃门被打开,罗二言完好无缺霸气地从门口走。 皇上,罗二言登场的这幕太帅啦期待下集罗二家仆看到主人回来的表情,一定超好笑XD一起是已呆吧。 玉石与座仪人物介绍,分级剧情,1,16集大局,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KDaily。